死得最惨的八位女明星 第一位 白静 白静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 和文章 唐嫣 白百合等大咖都是同班同学 也出演过血色湘西等经典影视作品 不过正在事业巅峰期的白静 却因感情问题被丈夫周成海刺杀身亡 年仅29岁 第二位 刘丹 她因在电视剧《还珠格格》中 饰演香菲一角而广受观众喜爱 还凭借电影《情人假日酒店》 入围过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 不想正要迎来事业巅峰期的刘丹 却因一场车祸意外一事 年仅27岁 第三位 徐婷 又名徐佳妮 出生于安徽五湖 2011年徐婷参加东方小姐选美大赛 获得全国总决赛八强的好成绩 出道后的徐婷相继接了几部戏 并且都是主演 不想事业上升期时 却被诊断出患有疾性淋巴癌 尽管她积极治疗 但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 失去了年仅28岁的生命 第四位 云子 云子声线独特 潜质优厚 她的音乐作品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她和高晓松之间的感情问题 却一直纠缠不清 2000年9月10日 歌手云子身穿红衣 在婚房中上到自杀 年仅27岁 第五位 朱洁 朱洁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和演员江山 徐帆是同班同学 在电影《处女作》《长大成人》中 她饰演一名稀世违禁品的少女 不知道她是出于好奇心 还是太过敬业 竟然假席真作 因为稀世违禁品过量而亡 年仅28岁 第六位 徐伟伦 台湾女演员 她曾在《流星花园》 18岁的《约定》等多部偶像剧中 有着不俗的表现 2007年1月26日 徐伟伦乘坐助理驾驶的小轿车 在高速上遭遇车祸 经过两天抢救后不知身亡 年仅28岁 第七位 本熙 本名马小陈 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 14岁开始写歌 17岁爆红全网 却在22岁时因故离世 她的离世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 让人们对她的离去充满了猜测和遗憾 第八位 陈宝莲 了解她的人都知道 陈宝莲是一位有着坎坷经历的女演员 她在事业和感情上都历经波折 最终无奈之下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她的离世让人们对娱乐圈的压力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以上离世的八位女明星 你觉得谁最可惜 请在评论区留言 他在评论区留言